20名乌克蘭籍的避難民眾 隨著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出訪波蘭的專機 回國 非抵東京羽田機場 乌克蘭難民抵達日本外界高度關注 因為日本定義難民的標準嚴苛 所以向來不太接受難民 得盈利組織 難民協助協會表示 2020年加拿大的難民認定率有55.2% 反觀日本只有0.5% 共計91名難民 如今20名乌克蘭人以避難民眾 而不是難民的特殊身份 入境日本 繞開了不有善難難民規範 顯示日本也因為烏惡戰爭敞開心胸 日本九層民眾表達願意接受烏克蘭難民 當局對烏克蘭的人道援助 總額已經達2億美元 相當於57.6億臺幣 日本鮮明的人道議事也伴隨外交立場的轉變 林方正一號代表首相出訪波蘭 向西方靠攏譴責俄軍行進 針對這趟行程 日本執政黨說明烏克蘭危機 日本絕不能隔岸關火 更表態一旦台灣發生緊急狀況 日本也必須成為最可能收容避難民眾的國家 是否暗指未來如果台海開戰將收容台灣人 只能揣測 如今20名難民人數雖少 但對日本而言卻是一個開始 近新聞 鄭義中 周成為報導